香噴噴牛肉麵端上桌 不管红烧或清炖牛肉 再搭配Q彈面条 都让人食指大动 其中牛肉肉质可是要精挑细选 但是现在美牛进口状况 让业者只摇头 现在价格应该都是涨 牛奥的话 它草味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花莲牛肉麵业者在脸书 颇文说美牛快要断货 价格节节拍升 让他苦恼是不是该改卖 别上单品 牛肉麵是台湾的特色小吃之一 更有人一周至少要来商业晚 这下做不到美牛价格 会不会跟着调涨 对 大概是平均一个礼拜 如果想吃当然就没有差别 根据彭博士报道 屠宰厂显然已经成为疫情热点 美国肉品加工厂纷纷关闭 更预估今年7月 美国零售猪牛价格 会较去年同期上扬20% 现在这问题也收到台湾 先前牛肉一公斤300元 现在也一口气冲上400 目前在价格上面 国外的报价率 已经有开始有那个2到3成 甚至4成的上涨幅度这样的 来寻找我们新的替代产品 用其他的部位来做代替 疫情烧全球更让肉品出现短缺状况 令人取料未及 不止肉伤要担心没肉麦 民众也会担忧 未来牛肉面会不会一碗难求 记者刘锦娇 林秀宜 花莲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